木曜范哦 是的 不然的话你们就 好难找女朋友 是 就是十种女人 最讨厌男人的行目 是的 看一下你们有中几个 然后女生也可以跟我们说 有没有很中 可能你们会问讨厌女生 现在我知道女生有Sherry啊 Hibi啊 对不对 对 我们很sut的 我们每次节目上面就会说 有女生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很谢谢你们这帮男人帮 每次守着我们的节目 不过还是很开心 有Sherry Sherry很常都会捧场 Sherry 谢谢你 谢谢你送你一个爱心 是的 是的 好啦 我们来听一听Top10 第十个 对 这个是第一个 我告诉你这个第一个 是非常非常的中肯 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赞同的 那就是呢 冒充能干 讨厌 真的很讨厌是不是 讨厌 对 以为自己很厉害那种 是 对 冒充能干 我就说嘛 有些就讲 不用怕 这个东西我会做到 我帮你做 我帮你set up 不用紧你这个体重 我拿得到的 哎 你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烦 其实我们都没有烦 你在讲什么鬼 然后你这几个不会做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讨厌 对 不然 因为有时我更讨厌的是什么 之前有些男生呢 有时我在做assignment的时候 对 那些男生进来 哎 不是这样做的烂 你会不会的 其实是blablabla 一大堆一大 结果 结果他说的全部是错到完的 那你懒得听他说话 OK OK 够够够够 不用你的意见 我知道我知道 对 不然就是那一口那种信口开河 答应 不要帮你做 做做做做不出来的那种 是的 真的是很讨厌 对对对 冒充能干 会不会还有那些 就是说到自己真的是 天花龙凤的 天花乱坠 我就是一个公司总裁 未来的CEO 未来首富 未来大明星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噓噓噓 OK 看 哇噓噓噓噓噓啊 下一个就是呢 出手寒酸 咦 那个男生呢 我曾经跟他还蛮好的 朋友的 然后就是我在我的学校里面認識他的 一刚刚开始 我见他 好像一个人没有什么朋友 虽然他也不是很好看 就是他没有朋友 我看到他都是一个人吃饭 想好可怜喔 结果我就 親自就是主動去approach他 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不介意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吃飯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聊天 你說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不介意 然後結果他就從那天開始 他就只有我這個朋友哦 然後我們就很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就很開心的跟我一起吃飯 對 可是後來我發覺到還有一個缺點 結果弄到我真的沒有那麼喜歡 就是什麼嘛 他很喜歡做這個動作 就是去吃飯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因為我們是朋友嘛 所以我也沒有要求要你要請我 我覺得AA是最好的 對 因為你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覺得沒有必要 不過他不是這樣子 因為有些男生他們沒有很身世風度 他們小小一樣 欸我每次吃東西都很便宜 不用錢啊我請啦 對 他們都會這樣啦對不對 然後他又不是沒有錢 不過他很喜歡做一個小動作 就是他order的東西 一定會比我貴的 然後我order的東西 到最後呢 比如他order的是可能6塊半 可能我的3塊多的話 他都會這樣子 你先出現了Rekko 對 對啦 對 為什麼這樣子有朋友 先出現了我沒有算錢 等一下還你 然後我就每次一開始 我都當正沒事 我就幫他去 可是他不會還 然後到最後呢 我就開始有點不開心 他也發現到 然後他就沒有那麼過分 可是他就是可能6塊的東西呢 他就是還要貪那小便宜 他就出6塊錢 5毛不用算啦 5毛你幫我出啦 每一天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OK99一次沒關係 我也不是跟你介意那個錢 就是你想一下 1天5毛 一個星期就2塊半 然後每一天這樣子 我覺得 不是錢的問題 錢是小事 不過我覺得 身為一個男生 你不應該這樣 對 你不應該這麼樣 然後呢 其實你也不應該跟女生計較 重點是我們又沒有叫他請了 我自己還自己也請 我有朋友也是會這樣子 就借了錢是不是 然後他就當作忘記了 真的是假裝失憶忘記 沒有 我沒有給他借到錢過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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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不還 我覺得有不一樣嗎 一次有可能我可以原諒 可是你每一次有這樣子的話 就是太寒酸了 對 而且呢 他寒酸還有另外一點 你知道嗎 就是呢 有一次呢 我們就不懂打賭什麼 對 我們打賭了 然後他很確定的時候 不是就是這個 我就說要不要打賭 他說打賭了 什麼 他講 如果我贏的話 我請你吃大餐 他就說 OK啊 然後我講 如果輸的話 沒關係 你請我喝那個 學校外面 那Auntie賣的那個 他就說 打賭就可以了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玩啦 沒有腦 對 他就是連那個一塊多的水 他都不願意去打賭 真的是很誇張 我有一個男朋友 也是更誇張了 他會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們一群女生 跟他一起出去嘛 男生叫雙大方 啊不用 等一下我請啦 我們也不好意思啊 就一人加一杯水 過後就 女生 朋友不會想 其實這錢 都在我幫忙請 不會想他不要我 還有這樣 不想他 等他幾毛錢啊 你怎麼沒有算清楚啊 我就覺得 你有必要嗎 你都開口說你要請了 為什麼你還給我 寄到他幾毛錢 是的 所以呢 有時男生真的不可以這樣子啦 會讓人很討厭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的留言 看他們說些什麼 對 然後呢 這個正要有說 好噁心的男生 對啊 我也覺得他好噁心 所以你們不可以學他們哦 我們的男人幫忙 是的 然後呢 JN可說 需來的爆料吧 不行 我要幫他保留一點顏面 對啊 他已經像指的那麼 啊啊啊啊 我們就不可以讓他 說出來 要大方 我就是那個 借錢忘記還 忘記 忘記有借 欸我借錢 忘記有借別人 欸對我常常也是會忘記 我也是這樣子 我倒對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的錢少了好多 為什麼我這個月的錢 還不夠用啊 我到底借誰啊 我記得我有借人 而且是一筆大數目 我就是想不起我借了 對 真的是很糟糕的 其實不比是男生還是女生 因為是女的吧 聽這個名字 好我們看第三條 第三條就是心不在焉 我也很討厭男生這樣子犯 有可能我跟他說話說話 他就沒有在聽啊 啊你說什麼 哦你該講啦 沒有啦 明明我就沒有問關於 明明我的東西 真的你回我沒有 真的是很討厭 因為女生其實就 生來就比較唷叨嘛 就很喜歡念日念啊 而且喜歡跟分享 女生都是喜歡分享 男生是喜歡 KID他們自己的 對 我跟妳講 前面我看那個女生 真的是很壞很壞 妳的媽 她街上走過 她那個兇的跑出來 蛤 啊 啊 啊 有了有了 啊 我又覺得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話 沒有尊重的感覺 對 不然就是 好像妳很開心跟她分享 因為今天呢 我遇到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妳聽完了過 她就 欸 妳有聽我講話了嗎 蛤 妳可以講什麼 我重來講一次喔 OK 好 不用講 是 真的是心不在也很糟糕 妳一定要 記得要聽你們的女生說話 不然的話呢 她就少別的男生說了 我也討厭 Ruby說 人家真的是女的 我沒有說妳是男的啦 對 很開心喔 我們這邊有Ruby 然後有Hibi 然後有這個Sherry 希望大家下一個星期 明天都好 是的 就那些含羞草啊 還有誰呢 Share很輕易啊 你們就希望 你們都可以回來啦 是是是 好啦 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 第四個語言就是呢 打聽年紀 我也是覺得男生很喜歡這樣子問 就是這樣跟你聊聊 欸 幾歲喔 明明年紀就是女生的秘密嘛 就想幾歲講啦 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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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啦 不要看一下 她能不能跟你match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呢 你八幾年了 八幾年 八幾年 賣90號欸 是啊 可是如果有些男生呢 我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女生 那你覺得 就是那個feeling就是對了 沒有必要 就是到底去問人家幾歲 然後再看一下你的人 你是想怎樣 我要看那個生生八字 跟你配母子 對 順便問買生生生八字 你的星座叫什麼 你牧羊座跟我不配 對 你的生肖是什麼 我要check一下 你的是什麼土星 你是水星 你是什麼你要生孩子 這樣快就問人家的年齡 問這樣 對啦 就不要去打聽啦 因為女生啊 真是 萬人說其實微笑普攻音是我 哈哈哈哈 自己 哎呦好笑欸 難怪你知道嗎 上次我才跟Vivian說 微笑普攻音很久沒有來了 對咯很相信 為什麼她不看我們的節目 現在好才知道原來是你的萬人 然後那時候我們抽籤的時候 還寫了那個萬人跟微笑普攻音 我們兩個都有寫嘛 而且在這裡呢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上次我們新年嘛 特別很多很忙的東西 所以你們的領物 我們還在處理之後 因為很多東西要寄 所以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我們會盡量安排 對啦 我們會在4月之前呢 就寄到你們家 記得要留收 還有呢 記得要盡省期待 我們送給你們什麼禮物啦 是的 原來萬人就是微笑普攻音 對 對 好啦 Rion好壞 Rion說 其一最好是含羞草 它根本是豬籠草 哎呦好壞喔 那我要當來佛式花啦 來佛式大王花嗎 是 好啦 再看下一個吧 第五個有的就是 開玩笑開過火 我真是很討厭那些男生 開玩笑開過火 他不知道他以為很好笑 可是不好笑的人 是真的 有時他們就是可能 諷刺 很喜歡諷刺 對 欸你不覺得你很醜了咩 哇 好像你是包包展咩 哎呦 其實他們有時候真的心裡沒有這樣想 是 可是他們以為他們很幽默 他們以為他們很幽默 然後他們就說這種話 That's not funny You're not funny at all Please 對 對 有些男生真的是很白吧 很白 你知道嗎 對 他們以為他們說的東西好 是要接過呢 他說完了過後只有他一個人在那邊 呵呵呵呵 然後其他人全部就 呵呵呵呵呵 很僵 很僵 就會這樣子 很好笑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必要把開玩笑開過火 就有時女孩子會逼自己這樣 I record 你長這樣矮這樣肥 那你比那個女的眉喔 對 對他們女時嫌看這種玩笑 其實不是 因為別人以為很大 對女時女時嫌會很大 是 那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第六個也就是 挖苦身材 就剛才我說的嘛 男生就很喜歡人來比嘛 身材 哇你可以不會瘦一點呢 你看這個肉跑出來 你看看你的肚子扁到 飛機場啊你 看在人家 C cup啊 C cup啊 是喔你看人家 哇波桃兄喔你什麼 發育不良呢 對喔你小時候沒有喝奶啊 對 我很嚴重的有些人真的 你知道嗎我真的很賤 我跟你說 那一個我說那個Q啊他自己很帥那個男生 他就是有這種問題 是嗎 他很常在班上呢 他就是以為自己很帥嘛 他很常就在去挑女生 欸問題是 人家都沒有想要跟你在一起 你為什麼去挑人家 對 他就想在班上的時候 欸你什麼Cup 看你應該是A cup都沒有的啦 平到死 他喜歡做這種話 真的 所以我就心想 關你屁事 對 我也沒有Cup關你屁事 又不是你的Cup 對 因為我又沒有要跟你在一起 又不是我要為你生孩子 關你屁事 怕餓到你的孩子啊 我記得以前呢 我班上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有一個女生朋友呢 其實他有一點點 有可能很喜歡引人家注目啊 還看到有男生經過一大堆的時候 他就會抬頭挺胸你知道嗎 然後我的朋友就很快就說 來啊來啊 飛機場要起飛啊 喔善天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這個其實是那個女生的錯啦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笑話 因為有時候你做一些舉動呢 別人其實看得到的 對 其實男生有時候也不必要去挑女生 對 反正比如就肥到死 你看他的那個肚子 大壓三層了 對 三層啊 油擠擠這樣 對 你看那個腿啊 哎呦不懂 切下來啊 不懂可以賣多少錢 對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沒有必要去說這麼難聽的話 是的 還有呢就是呢 另外一個第七個就是呢 對他不感興趣 哎男生很喜歡說這個話 就是很喜歡跟女生聊天聊天聊天 然後就說 放心啦 我對他沒有興趣的啊 真的我自己要普通聊天 我都不認識他的 聊一下嘛 一定要捧場捧場一下嘛 不可能讓他自己自己治啊 對 捧個屁 真的好生氣耶 有些男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有女朋友了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是要跟別的女生說話 是 到最後女朋友問的時候他說 我沒有跟他沒有興趣的啦 哎呀 沒有興趣你就跟他聊天 是 朋友普通聊天嗎 普通聊天要放的是love的咩 要問人家在做夢 要跟他聊天 每一天都聊天啊 哎呀沒有興趣的啦 就是這樣子 那你根本還做呢 沒有興趣就不要做 不要口是先生 是啊 很生氣這樣的男生 對 然後呢 經常有說 波濤兄弟幹什麼 壓死你就夠了咯 這個有好笑 我的朋友一直挺胸咯 他們也是 真的有時候 有的女生呢 真的一直要挺胸 不明白為什麼 我覺得小小哥也是好嗎 滾來滾去 比較輕鬆啊 對對對然後呢 這個June還有說 他們很常還問我 她是不是洗衣板 我無言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欸有些女生真的很這樣子 她問問你覺得我的大嗎 哎呦 有嗎 她這個女生呢 就好像跟你那個很想秀 她先穿低胸的衣服 因為我們學校之前 我讀private school嘛 就是穿自己家裡的衣 她先穿到很低 然後她很常在男生面前 就是 欸這個assignment怎樣做 我就看完了你知道嗎 然後她常常還會說 欸我的部位很小喔 然後我就 女生要有一點精實啦 對啊 你 你這不純潔 那你還有男孩子要呢 都被看官了 不是嗎 是的 好啦好啦再看一下 好 那第八個有的是太直率 欸真的是欸 有些男孩子呢 就是講話太過直率的話呢 也是有人不喜歡 對 因為就是說 雖然是很真心的話 不過 對 有時候在人家的可能 有可能要顧及眼面 對 對 其實你沒有做什麼啊 可是她就是不給你面子 所以可能在跟她玩 可能一對一的時候 可能還好 對 有些人呢她是在全部人的面前 是 欸你很胖你可以去減肥嗎 或者是說 我跟你講我這個女朋友 不可以的你懂嗎 她很幼稚的啊 昨天晚上她跟我講 那什麼東西真的很好笑 是不是這種人啊 我看真的 你有顧及到她的感受 對 其實你要直接OK 直接是好事 不過你不要太直 對 你可能就是用比較好的方式去表達 而不是就是說 你穿這件衣服真的很醜 很醜啊 我把我爸長這樣整個香蕉跑出來 這樣喔 他愛穿喔 是 不可以這樣子 可能你可以說 這件衣服不太適合你 可以就是 以後不要穿 對 不然你就不要說 醜到死不要穿以後 是 這樣真的是很不好的啦 是的 然後呢 今天就說說真話怕傷人 說她有失業線 就講我說 OK 這個轉眼是會左右為難 是的 然後呢 這個 Ruby說平胸滾來滾去 沒壓力 啊 High Five 我們沒有很平 不過我們還是沒壓力的 沒負擔 零負擔 可以這樣子爆倒下去睡覺 是的 我覺得真的太大也不好啦 真的很辛苦耶 感覺兩億球的檔子 是 然後跟別人的視線 不是看你的臉 是的 而且其實大胸的女生 會讓人誤以為很非的 真的 好了 不要再看下一張 多好啊 那下一個第九個呢 有的就是呢 喜歡談 Sex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不尊重 我覺得不尊重 真的是 對很多男生很變態 對 你遇過最變態的是怎麼樣 我嗎 就是呢 一堆男生在那邊聊那東西 你在那裡其實 就是我們之前嘛 我們 我們是男女混校嘛 就是女生呢 一群坐在那裡的時候 男生就跑過來會一直講 那種色色的東西 真的 沒有看過咩 一定有人啊 沒有我們就沒有嘛 我們就說 還得不要裝純潔啦 不假啦 可是問題是我們真的沒有看過嘛 可能沒有多大的興趣 對 我之前也是遇過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讀一間學校呢 我記得 第一天學校很光榮的 第一天我就被罰站了 然後就在大禮堂的門口呢 就只有我一個女生好丟臉的感覺 我就站在那邊被罰站 然後一排的男生 他們就開始在那邊聊天 欸 你是我的班咯 我問他 我跟你講啊 你有看過那些什麼片的嗎 我說 沒有啦 不要假啦 沒有看過咩 我說沒有啦 你們去哪裡看呢 他講有興趣咧 沒關係 但是我不要理他們 你知道什麼是 飛機嗎 我就說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嗎 那時候可能我們還小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他就跟我說一大堆東西 灌輸我 滿滿黃色的東西在我那裡 我覺得 男生不必要這樣子啊 不然就是說 你給男朋友一下就要講了喔 對 我覺得 不必要這樣子 一直去跟女孩子談的東西 真的是很不尊重女孩子 因為這種是很隱私的東西嘛 對 你要的話你就試一下跟他談啊 對 我覺得很幸福 對 太過幸福啦 所以呢 就千萬不要 不然的話你會給女生討厭的 所以呢 你們應該也不要辦這樣子的錯 對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第十個 第十個就是呢 不懂奉承 欸 我覺得這點很忠誠 很中肯 就是因為呢 男生呢有的人就是 女孩子只想被哄嘛 你哄一哄他 你奉承一下他 我幫你拿水啊你要啊 啊 那女生就會對你 服服貼貼啦 對 而且有時候男生呢 就是只要人家對你付出 不願意去付出任何一切東西 或者是有時候你今天來月經 肚子很痛 你要你幫我拿水一下可以嗎 進去拿 來月經代曬啊 沒有說沒有交啊 你來月經代曬啊 全世界這麼多女生來月經 又不看他們自己拿水 是啊 你這樣子的話不是上跟到女孩子的心嗎 對 有時候女生真的是需要你 或者是真的想要 依靠你才會這樣做 如果他根本不愛你 你覺得他會叫你拿水呢 是 或者是那種你不愛的人 他來 我還沒考把你拿水嗎 根本根本我月經好了 好了沒有來啊 停了 你怎麼會這樣子說 我都不能停了 有事有事可以可以 就是因為他喜歡你 然後他想依賴你 因為你有安全感 他才這樣子做 所以男生呢你就哄一哄女生吧 是的對 所以男生記得我們今天說的東西 就是非常有用的 不要去重犯這些事 對這十樣東西 你們不犯呢 你們就是一個完美的男人 對 我們現在呢要跟他說的就到這了